美国修兰波斯住在洛杉矶 修兰她的这张照片在当中最下面 她到我这儿来哭 她是学夏威夷土度一种疗愈的方法 就是治病的方法 她治病不需要跟病人见面 她只需要病人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 现在住的地方在病历 她就要这些东西 跟病人距离几千里都没关系 她那么的只好 她到我这儿来 我问她 你这个治病根据什么理论依据 清净性的 是自己首先必须 她不是佛教徒 她是把你的记忆 你能够记忆记得 所有一切不善的记忆 统统清除掉 清除掉 不要再去想她 好的记忆也清除掉 善于不善 统统都清除掉 恢复清净性 这个就是她的基本功 治病的时候 治病的时候 把病人观想跟自己一体 她用这个方法 因为她知道病历 她想那个对方的那个人 那个人身体跟自己变成一体 观想 观想之后的时候 精神完全集中 用自己的清净性 把她 病态那些细胞 带着病毒的细胞 恢复正常 用自己的清净性 恢复正常 每一天半个小时 就是观想半个小时 就会像禅堂打招一样 观想半个小时 连续一个月 怎么知道呢 自己好了 自己身上的毛病没有了 地方就好了 就用这个方法 她的口诀 四句话 她治病的时候 自己身上有这些病 我对不起 对着那个带着病毒的细胞说 我对不起你们 我不小心做了些措施 让你们带着病毒 请原谅 谢谢你 我爱你 那四句话 这四句话 好像咒语一样 专门对病毒细胞的 给她要讲 重复的讲 讲半个小时 连续一个月 她带着病毒细胞 真的没有了 恢复正常了 打电话问对方 那病好了 治好几千个人 这种例子 世界文明 心量很大 没有自私自利 我就跟她讲 这方法好 这个方法 跟佛经上讲的道理 完全相同 为什么 真正遇到灾难的时候 到那时候没有医药 没有医院 没有医生 怎么办 这玩意真管用 但是首先必须 你自己真正清净些 那我们敬重的时候 如果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除阿弥陀佛之后 什么都没有 我相信力量比她强很多 她需要半个月 大概我们一个星期 就可以做到 但阿弥陀佛 本人为神加持 他没有 没有佛福在加持 真正有一个 非常慈悲 这个美国人 我送她一个 一尊 美乐佛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确实都有现在 量子力学的理论 在支持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二三十年之后 佛教 在这个世界 被科学肯定 科学肯定 它是高等科学 它不再是宗教了